各位观众朋友们 好久不见的歌神刘德华终于回归了 阔别舞台11年 这位香港天王宣布即将展开巡回演唱会 消息一出 歌迷们都沸腾了 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 来自亚洲各地的粉丝 尤其是香港的歌迷 都摸拳擦掌 准备迎接这场线上抢票大战 大家都知道 这场演唱会的门票 绝对会瞬间秒杀 让这场抢票大战更加白热化的是 优先购票系统 信用卡公司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 与演唱会主办方合作 为其持卡人提供独家优先购票通道 这意味着大部分门票 在公开发售之前 就已经被抢购已空 这无疑会引发一场混乱 抢票开始的那一刻 系统直接崩溃了 歌迷们疯狂涌入线上购票平台 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错误信息 无尽的加载页面 或者仅仅是一个原本应该显示门票信息的空白页面 仅仅几秒钟 所有门票全部收清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粉丝们失望和沮丧的留言 刘德华演唱会门票成为了热门话题 歌迷们纷纷分享着自己抢票失败的悲惨经历 抢票开始的那一刻 系统直接崩溃了 歌迷们疯狂涌入线上购票平台 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各种错误信息 无尽的加载页面 或者仅仅是一个原本应该显示门票信息的空白页面 仅仅几秒钟 所有门票全部收清 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粉丝们失望和沮丧的留言 Hash的刘德华演唱会门票成为了热门话题 歌迷们纷纷分享着自己抢票失败的悲惨经历 这次抢票事件不仅让歌迷们感到失望 也引发了对购票系统的广泛质疑 许多人认为系统的崩溃和票物的迅速受清 可能是因为黄牛党使用了自动化软件抢票 导致普通歌迷根本没有机会 社交媒体上 关于如何改进购票系统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有人建议采用更严格的身份验证措施 有人则认为应该限制每个用户的购票数量 这次事件也让人们开始反思是否应该有更公平的购票方式 毕竟音乐会是歌迷们与偶像互动的重要机会 而这种机会不应该被技术问题或不公平的购票方式所剥夺 许多歌迷表示他们愿意为更好的购票体验支付更多的费用 只要能够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尽管这次抢票事件让许多歌迷感到失望 但他们对刘德华的热情依然不减 许多人表示即使这次没有抢到票 他们也会继续支持刘德华 期待下一次的演唱会 对于歌迷们来说 刘德华不仅仅是一位歌手 更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他的音乐陪伴了他们的成长 给了他们无数的感动和力量 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技术手段来改善购票体验 让每一个歌迷都能有机会亲临现场 感受偶像的魅力 无论如何 歌迷们的热情和支持 永远是刘德华最坚实的后盾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 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都能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亲眼见证偶像的风采 错过了预售的歌迷们 还有一线希望 官方售票通道将在几小时后开启 这一次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为了打击黄牛 主办方启用了实名制购票系统 要求每位购票者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和身份证件进行注册 这确实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这真的足够吗 购票者需要提前在网站上创建一个账户 填写个人信息 并上传身份证件的照片 这个过程虽然繁琐 但可以有效防止黄牛利用虚假身份大量购票 购票当天 系统会随机分配购票顺序 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购票者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 包括信用卡 借记卡和电子支付 购票成功后 电子票会通过邮件发送到购票者的邮箱 购票者需要在入场时出示电子票和身份证件 确保票物的真实性 这种方式不仅提高了购票的透明度 还能有效防止黄牛倒票 当然 购票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和网络拥堵 也是不可避免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问题 主办方还设立了24小时客服热线 帮助购票者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购票者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在线客服 与主办方联系 获取及时的帮助 这种全方位的服务 旨在为每一位歌迷提供最佳的购票体验 总的来说 官方售票通道的推出 是为了让更多真正的歌迷 能够享受到演唱会的乐趣 虽然购票过程可能会有些复杂 但只要遵循步骤 就能顺理购票 希望每一位歌迷都能顺理购票 享受一场难忘的音乐盛宴 黄牛 这个演唱会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 再次露出了邪恶的嘴脸 他们利用机器人和复杂的软件 绕过安全措施大量抢购门票 然后 这些门票很快就会出现在二手交易平台上 价格被吵到令人砸舌的天价 歌迷们陷入了令人心碎的两难境地 要么花高价购买 要么就只能错过偶像的演唱会 刘德华演唱会门票风波 真实地反映了歌迷们在数字时代所面临的挑战 演唱会等现场活动的火爆需求 加上网络平台的快捷和匿名性 为黄牛和不不公平行为创造了温床 实施失明制购票系统 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但我们还需要做更多 演唱会主办方票屋平台和相关部门 必须共同努力 制定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将公平透明放在首位 歌迷们应该享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购票环境 让他们能够轻松享受现场音乐的乐趣 而无需通过二手市场高价购票 或成为不法分子的受害者 随着科技的进步 购票方式也在不断演变 过去歌迷们需要排场队购买演唱会门票 而现在只需几次点击就能完成购票 然而这种便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网络购票平台的普及 使得黄牛党可以轻松地利用技术手段 抢购大量门票 然后以高价转售 从中谋取暴力 这不仅损害了普通歌迷的利益 也扰乱了社访反秩序 失明制购票系统的引入 旨在遏制黄牛行为 确保每位歌迷都有公平的购票机会 然而 失明制购票系统并非万能 它也存在一些漏洞 例如一些黄牛党会利用他人的身份信息 进行购票或者通过技术手段绕过系统的限制 因此仅仅依靠失明制购票系统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措施来保障购票的公平性 演唱会主办方票务平台和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合作 共同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可以考虑引入动态定价机制 根据需求和供给情况调整票价 减少黄牛党囤票的动机 此外还可以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 如使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识别和打击黄牛行为 当然解决购票难题不仅仅是技术和制度的问题 还需要提高歌迷的购票意识 歌迷们应该了解购票的相关规则和注意事项 避免成为黄牛党的受害者 同时社会各界也应加强对黄牛行为的监督和打击 共同营造一个公平透明的购票环境 只有通过多方努力 我们才能真正解决演唱会门票难题 让每一位歌迷都能公平地享受现场音乐的魅力 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创新的购票解决方案 为歌迷们带来更好的体验 让我们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透明的购票环境 音乐的美好能够传递给每一个人 音乐的美好能够传递给大家看 音乐的美好能够传递给大家看